總共有四個 有四個工作表 問題是我們剛剛只有一個 一個好像感覺 有那個感覺 但是如果說可以跨很多個工作表來會更棒 但是 因為前面重點都是在單一個 但是今天的話 我們要跨出去了 跨多個工作表 如果你可以跨出多工作表之後 請慢慢你也可以跨多個工作部了 哇那不是以後按下去 通通都幫你 可能你有很多個類似的東西 按個按鈕全部都完成 以前可能你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完成一件事 現在感覺好像好easy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他幫我做完一次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最後呢 切回到第一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切回到第一個 這放在這裡感覺怪怪的 一般都會切回到第一個 所以那個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試一次給各位看到 按下他 有沒有 他不就一個好之後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你要告訴他 你的範圍 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所以是 之前是for i 是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這個地方我會多一個變數 我給他叫sh sh就是 蓄詞的縮寫 第一個到第四個 因為有四個嘛 然後要做什麼 要去 切過來 切過來動作 實際上就是 點 slate slate 就是點選的動作 選取他 然後 再來的話 一個一個一個 最後 到最後一個完成了 再幫我切回來 到第一個 就ending了 OK 所以程式的話 就是多寫了 三行程式 就等於一個 回圈 fornets 中間加一個 選取 然後 最後再切回來 切回來又多一行 所以總共多了四行 好 那最後還有清除 清除是這樣把這個 複製過來 後面本來有公式的 全部都 把那個公式拿掉就好了 所以 我試一次給各位 清除 有沒有 全部都清除光光了 ㄟ 按下去 全部做完了 所以以後 你們工作 是不是可以多做幾個 然後下班前再按一下 好 然後 事情就搞定了 那其他時間的話 可以裝忙 就是 因為 蠻多同學 跟我學很久的同學 也是一樣 時間真的就變多了 那當然也是盡量不要讓老闆知道 他會這麼多東西 老闆一定會給他很多事情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按鈕 從上面這個 把它改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直接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我是把 上面這一段 直接複製貼過來 直接複製貼過來 下面這一段 有沒有 其實就是 剛剛 我們執行的按鈕 是把上面這段 抠下來 多了幾個東西呢 多了沒有很多東西 多了就是 這個回圈 跟 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這樣而已啦 那我實際上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非常的簡單 假如說我們 你把上面的東西貼下來的話 應該第一階段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跨工作表的話 你就把上面複製 然後改成 比如說我這邊名稱改一下 要保留原來的啦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Enter 兩下 然後按個TAB 就是告訴他說我的回圈 就是從哪一個呢 從SH 哪一個工作表 等於 一個工作表到 第四個工作表 Enter兩下 NAS 當然這個4的數字 將來如果你會變動 他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工作表總共有幾個 的方法 那個叫SHITS.com 這個我想 有機會我們再來談 然後那個 這個比較簡單 就1到4 那 這個地方裡面要做什麼 我 就是要切換 到不同的 工作 表 那怎麼切換呢 就是利用SHITS物件 SHITS物件刮糊之後 它會出現index index指的就是你要切到第幾個 那我要切到第SH個 這個SH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變數 然後後面加點 Select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Select 就是選擇 它 Enter一下 切過去之後的話 做什麼 把4NAS這一段程式 移到這邊來 但是移過來你會發現 這邊有4 這邊有4 這邊有NAS 會 沒有 沒有層次 所以會怎麼樣 移上來之後 選擇這個 按個TAB 縮排一下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是一組的 這個跟這個是一組的 這個 主要的目的是 用來切換工作表 這個的目的是 切到那個工作表裡面 去做什麼 把那個公式放上去的回圈 好啊 這樣應該都看 一清二楚 程式就寫完了 但是這樣的跑 最後它跑到最後一個 就停住了 所以我要怎麼 切回到第1個 所以切回到第1個 就是在這個NAS的下面 再多寫一行 怎麼把它切回去呢 去尺 切回到第幾個 第1個 點 SELECT 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沒有多加很多啦 這樣應該就可以達到我要的目的 那 最後再把清除 這邊 複製 貼到底下 清除實際上就是中間這邊 後面 通通只給它 空置串 就完成了 應該不難吧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剛剛做的喔 差別 只有在 這個地方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將來 可以的話 最好是自己體驗一下 其實說真的啦 沒有打 很多東西 只是差別就是 這四行之外 中間的東西 記得按個 Tab 鍵 因為如果沒有 沒有縮牌 說真的啦 還真的很難看懂 另外的話 最後呢 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自己再打一下註解 第一個 這是什麼 就隨便打一個 工作表回圈也可以啦 第二個 工作表切過去 這個如果你不註解 沒關係啦 自己看得懂 為原則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個 這個做什麼 那你可以這邊到這邊是一個 一個 一個block吧 然後最後 第三個 也許這邊的話 你在三 切回到 第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那以後的話 你就 等於是 自己也看得懂 然後給別人 別人也 比較能夠清楚啦 所以這個也是養成好習慣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多一個這個 就是 多工作表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按下去 全部都 一次 完成了 這個Rank會出錯 Rank 不過它這個地方Rank 它是動態一直加的 所以 這個 就是說 最後的結果還是會正確啦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範圍 只要有鎖定的話 就OK了 那為什麼會一直閃 因為 它是針對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它會一直有 才會有 不過結果應該是沒有錯啦 可是其他表單 不是不只是事實 對 你的問題非常好 那怎麼辦呢 如果這個範圍不是事實的話 那 你就可以 把它 改成 最後一列 所以這個事實的話 你可以改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就是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所以這個事實 但如果說 你要改 更正確的話 這個事實 可能就是要改成 改這個 把這個變成一個變數 放到這邊來 就OK了 至於怎麼改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可以跨 那個 工作表 就是最後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會本來是事實嘛 那這個地方如果你不改的話 原來是事實對不對 那 這個地方的事實不是固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跨到別的工作表 他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 Ctrl 向下 他就101 然後呢 半四元 可能就是其他的數字吧 65 那這個數字的話 怎麼來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 有講到的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沒有 那本來這個東西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R這邊 那如果說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說 因為他這 很長一串 那如果很長一串 當然你可以直接 搬到 適時取代掉 對不對 可以啦 可是 太長了 所以通常 如果像這麼 冗長的東西 我會先把它 先 丟給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叫R 這個R 是我制定的 你不見得叫R 你可以取其他名稱都可以 然後呢 丟給他之後的話 以後就用這個來代替 後面這個東西 後面這一串 所以呢 for I 等於 3 到 R就好了 OK 這個也是一招 那這個R 你可以把它拿到這邊來 把它改成什麼 適時改成R 那我講過嘛 一樣 被公式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然後空白空白 end end 空白空白 再加一個 R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所以你做完之後的話 其他不用改 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同學 講的那個問題 就應該沒有發生的 我試一次給他 清除 不清楚應該沒有影響 清除的話全部都會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按下去 看一下 第一個應該沒有問題 一定 這個名次的話一定是40 0主的話 如果剛剛 以剛剛的狀況來看的話 他會變成都40 可是這邊變成 101了 有沒有 也就動態的 去丟那個 裂號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 公式裡面 這個數字會變動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解決 其實說真的 弄了弄 就是 都在我們 學過的範疇 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我特別強調那個 如果你要把 I放進去 那個 那個其實可以套公式啦 為什麼你可以慢慢 久了之後你大概就知道 什麼意思 一個變數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大概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不過 這邊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會發現按下去 他會怎麼樣 他會一直閃 一直跳 然後 第二個是效率不高 效率比較差 也就是說其實還可以讓他跑快一點 尤其是如果你的工作表 不止四個 你可能是400個的話 如果這樣子 大概你可能要去泡杯咖啡回來 他還在跑 那 不過 我想 至少 也還是電腦在跑 不是你在跑 我覺得還是比較快 已經夠用了 當然 後面 效率的問題 其實 你就要花很多心思去 去考慮到 城市怎麼讓他 更有效率一些些 還有一個問題說 那個 按下去 他會閃動的問題 比如說你希望說 按下去 他都不要閃動 其實這個比較簡單 加個兩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讓 畫面不閃動 只要 把畫面更新 關掉 等到 城市跑完之後 再打開 就有點像一個 那個開關 那個開關非常簡單 你要知道這個可能要多學一個 另外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名稱就是 Excel本身 Excel本身 他可以控制什麼 畫面的更新 所以最後順便再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也沒完沒了 在開頭的地方 如果說你今天不希望他畫面一直更新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App LiC Application的意思 這個Application 指的就是 Tion Application 這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自己本身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Application 點 其實你打Application點之後 它會有一個 Screen 就畫面 Screen Updating Screen SC 大概打個SC就出來了 它有一個 叫做Screen Updating 就是 它會一直 畫面一直更新的一個 功能 這個其實就是屬性 這個屬性 等於什麼 等於False 有點像開關 我先把那個畫面更新 關掉 好 但是特別注意 你要記得 在什麼時候再把它打開 因為如果你把它關掉 以後畫面再也不更新了 該更新也不會更新 奇怪 應該有畫面出來 怎麼沒有畫面出來 因為你把它關掉 所以記得 在最後一行 就是在這個sub的下面 跟and sub的上面 做什麼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True False是關的意思 True的話是 開的意思 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你說這個跟這個 差別在哪裡 剛剛畫面怎麼樣 會不斷的更新 對不對 那 清楚 清楚 現在還這個 清楚沒有加 所以會有這個畫面 如果說我現在把那個updating 關掉的話 按一下 你會發現 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有沒有做好 通通做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不過現在是清楚還沒有 如果說你覺得清楚如果來 再加一下的話 那很簡單 其實就是把這個 Ctrl C 那再清除 這個地方 Ctrl V 然後這個False掉 記得要把它 改為True 把它改回來 把它打開喔 不然的話到時候都不更新的 這樣的話 試一下 全部OK的 按下去 也全部OK了 有沒有 那你會 這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當然不會閃動 第二個的話 其實它額外的 額外的好處 就是 它會跑得比較快 速度有的時候 甚至快一倍 我之前有試過 尤其是大量 大量資料 因為它 更新畫面的時候 它會一直 在運算嘛 所以會耗掉很多的那個 CPU的資源 如果你不更新 它就是專門在幫你做那個 公式處理的 它就不會去管那個畫面更新的部分 所以相對的 效率會比較高一些些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延伸性還很多 甚至後面還有 常常遇到的是 因為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的東西多的時候 它會等待 所以會等很久 所以一般甚至我們還會加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就是狀態的一個 那個跑百分之多少那個東西 不過那個當然又是 沒完沒了了 太多了 永遠寫不完的程式 不過如果你把那個功能加上去的話 哇 那會更棒 那其實就是一個很 很OK的一個東西的 甚至那個其實是 也很有商業價值的 其實現在 我發現越來越多人跟我要 那個 工程師 會寫程式的工作 因為它叫我推薦 越來越多 而且缺很多人 我發現 是不是說現在 要處理自動化這個部分 應該也是一個趨勢 因為真的 像那個詹洪志也講過了 他覺得 他現在需要的是工程師 他不需要前端人員 因為他 PC 晃都電子商務 他也沒有實體店面了 所以背後的 每一個銷售人員其實就是銷售工程師 他其實不是單單銷售員 他實際上全部都是虛擬化 所以你如果說 你沒有那個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技能的話 其實你也沒辦法處理那麼多事情 而且所有東西都虛擬化了 而且電商好像這幾年 越來 越蓬勃發展 所以取而代之你會發現 就是實體的人就不見了 什麼都跑到後面去了 像金融業也是一樣 慢慢你看櫃檯人越來越少了 而且說真的以前 可能需要做什麼事情都會跑到銀行去 現在好像幾乎 不用跑了 現在全部網路上隨便弄弄 就自動就完成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主要就是我剛剛加的這個東西 就加了一個這個 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